北约表态一定要打败俄罗斯 这话能让乌克兰总统安心吗 大家好 我是时事评论员文学兰 欢迎您收看五官大局 眼下乌克兰战争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我看到啊 最新英国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有一个表态 他说现在乌克兰战争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 北约可能也是深有体会 所以呢北约秘书长斯托尔特贝格 最近和七个北约国家的领导人 搞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谈 斯托尔特贝格在这次会谈上就表示啊 北约国家应该更多的给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 这也算是对最近一段时间 乌克兰不断找北约要重型武器的一个回应吧 那此前我们也感觉到了 北约国家在是不是继续长期 为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方面 他们也是各有各的小算盘 各有各的考量 那现在态度比较明确 拿这个荷兰首相的话说啊 他就在会谈中表示说 一定要打败俄罗斯 虽然北约的军队不能到乌克兰去参战 但是北约要不断的给乌克兰提供武器 直到让乌克兰打败俄罗斯 波兰总理的态度也非常明确 就是一定要帮助乌克兰 最终呢如果说 俄罗斯赢了 乌克兰输了 这不仅是乌克兰没有颜面 这整个北约国家 这颜面也都尽失了 所以现在呢 乌克兰的战局 北约方面又决定 要大量的 更快一些的 给他提供重型武器 以及乌克兰方面 非常想要的防空武器 之前北约国家 给乌克兰共武器 你是什么情况啊 那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的话说 北约承诺了好多 最终只给了10%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啊 现在在顿巴斯地区 俄乌呢 双方这个争夺啊 越来越战果悬殊了 那就是因为乌克兰手里能用的武器太少了 他现在呢 所有的武器呢 基本上全要仰仗 以北约为首的这个西方国家 他原来手里的那些苏制武器 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所以这战争最终结果走向 还是能撑多久 就要看北约是不是真的要更多的 更快的给乌克兰提供他们想要的重型武器 眼下其实已经是二战以来啊 整个西方国家 给任何一个国家提供武器 最多的一个阶段 尤其是美国前一段呢 海马斯啊 这个火箭系统已经提供了 现在据说美国还要拿出什么来 要拿出来的是陆基鱼叉反舰导弹 这乌克兰实在是太想要了 那么随着美国 英国也会拿出一些更新更厉害的一个东西 当然就是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兑现承诺 现在乌克兰方面是非常关心 而与此同时呢 有一些西方媒体在说啊 似乎俄罗斯手里的精确制导导弹 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所以能够看到俄罗斯现在用的呢 恨不得是50年以前生产的苏制武器 但其实我觉得这事呢得两面看 一肯定俄罗斯在这场乌克兰战争当中呢 消耗了不少精确制导的导弹 因为前段时间你看 伊斯坦德尔 匕首 口径 这些厉害家伙 他全拿出来亮剑了 需要震慑 也是需要的为他的新式武器呢 在真正的战争当中进行一个淬炼 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 现在俄罗斯已经改变了战术和打法 他要把一些精确制导武器留着 好 刚用到刀刃上 比如以后真的应对北约 他得防北约啊 万一哪天北约对他俄罗斯 有更直接的动作呢 再有就是随着战事的推延 那么乌克兰还有对俄罗斯来说 更重要的一些战略目标 那他就要动用他的精确制导导弹 眼下呢他是用火炮开刀 或者说他手里还有足够的坦克 他用这些虽然是老家伙 但也还管用的老家伙呢 在乌克兰战场上来推进 而乌克兰方面 因为这是受制于手里的武器装备数量啊 每天只能是5000到6000发的这个炮弹来还击 所以也是这种情况 让北约看到再不管乌克兰的死活 那就是应了波兰总理说的 那不仅是最后乌克兰很惨 那北约的面子往哪搁呀 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 记得关注我 好内容别错过 谢谢大家 我欣赞得你 帮我